大家好,我叫董宝吉 我是东华一维的一名技术人员 准确的说就是移民马龙 今天是我来武汉的第25天 我在武汉的主要工作地点呢 就是武汉的火神山医院 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看一下 我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当马龙的一天 现在呢是上午的7点50分 我要准备出门了 然后虽然不是医护人员了 但是我们出门也需要做一些防护工作 第一个呢是一瓶酒精的消毒液 我们日常呢就会拿酒精消毒液 经常的去给自己的手消消毒 然后包括手机、电脑、鼠标等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出门 出门必须要有的口罩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从酸奶盒子上拆下来的这个袋子 因为比最近戴口罩戴的耳朵有点疼 所以它是一个神器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出入证 我们的早饭是有免费的稀饭的 然后其他的早餐的话都在这个保护盒里面存放着 可以看到一盒早饭里面它是有面有鸡蛋 还有还有肉的 然后呢我就带着我的早饭然后去坐车 可以看到现在我的同事们已经在楼下等车了 现在是上午的8点26分 我已经上车了 然后前往火神山医院 车窗外呢是武汉的街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路上已经开始有车辆在出行了 不像我们刚来的前两天 车上是路上是没有车辆的 但是呢街道依然显得十分的空旷 希望这个城市能够尽快的好起来 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到了一辆了 然后这边要进入的时候有个车辆洗消点 然后要出示我们的冰盘才会让我们进入 现在呢是上午的8点39分 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办公区域 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同事 他已经开始工作了 早上工作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测量自己的体温 然后对自己的手进行消毒工作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负责值班的同事 已经开始在接电话 进行日常的维护工作了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 我现在所处的是我们的培训教室 接下来我会采访给我们的同事 问一下他们日常的工作情况 主要是负责新医院的用户培训工作 安排了每周7天 然后每天24小时的值班 主要是负责医护人员的培训 主要是宿舍这边 让他们更快的更新趣的 把他们需要关心的事情 需要做的事情快速地做完 所以说我在讲的时候 也是很突出重点的 就是把一些关键点总结起来 123 4点跟他们挪腻出来 然后跟他们这么讲 我觉得这是我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新年 但是也是我过的最没有年味的一个新年 现在是上午的11点41分 我们的午餐已经到了 今天的午餐是隔板 然后水果是鸡子 然后还有隔板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饭菜是有4个菜 然后这几天是我们在超市购买的一些辣酱之类的 两树两树 放在外面口口 而且美身菜品不同样 那你那个回家之后有什么想要非常想吃的东西吗 那就多了 火锅烧烤地锅鸡烤鱼 今天只要没有野味了 我都想再来一遍 一遍不够就来两遍 有酸奶有水果 然后有荤蔭有素 回家想吃妈妈做的菜 现在是下午的2点钟 然后远处的蓝色屋顶是医院的物资和药品的库房 然后下面白色的是我们医院的一些消毒水 今天下午我们有一场关于硬件打印机设备连接的一个培训 参加培训的主要是医院信息科的老师 待会我会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我现在是在培训教室的外面 今天下午我们会有一场针对于最近接电话遇到的问题的 处理的解决办法的专题培训 可以看到我们的培训已经开始了 然后下面就有的这些都是医院信息科的老师们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 这个时间点我的大部分钟是都已经回去了 然后由于今晚我是职业班的人员 所以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同事现在在办公室职业班 这两台是我们的值班电脑 然后这台是我们的值班电话 旁边放的这个小手机是我们晚上12点到4日早上8点钟值班的电话 所以今天晚上我的这位同事 他要把这个手机带回去 然后方志佑老师晚上12点到4日早晨 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打这个电话找我们咨询问题了 现在是晚上的12点多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然后回到了酒店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明天又有很多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在结束一天拍摄的同时我希望武汉的这场疫情能够早点结束 希望奋斗在抗战疫情前线的所有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 都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开旋而归和家人团聚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